首先縫的線條是縫的內部 先縫短一點的兩條線 即是這條和這條 然後再縫整個的線條 還有另一半的線條 內部會有兩組線 縫短一點的線條 就用黑色的線條 這條是一條 另一條是另一條短一點的 長一點的線條是一半的線條 另一組長一點的線條是另一半的線條 兩組的線條的線條是一樣的 用任何一條都可以的 現在選擇如何穿這條線條 會有兩支針 這條是短一點的做示範 一條線條兩端都要有針 好像普通一樣穿過去 先用針的線條 先用針的距離 刺穿線條 再用針的距離 刺穿線條 再用針的距離 刺穿線條 然後針的線條 再用針的線條 慢慢推進去 本身穿的針尾 把針尾長的針尾 然後整個針尾 再用針尾 後面 再用針尾 然後兩條線一同拉 這樣就好像有兩個結 另一端要再穿 我要再試一次 拔一點針本身的距離 再穿線一次 兩次 拔長一點 整個套下去針本身 這樣 開始的時候 我先斷這條線 底部也會有兩條線 縫這條的時候 由底部縫上去 這條是底部 名字已經刻在這裡 底部 就在 看到底部 即是這條線 從第二個洞開始 這是第一個洞 這是第二個洞 刺穿兩塊皮 這條線 是 這條線 這條線 前後 也有 針 這條線 這是裡面 這裡是裡面 這條線 這裡是裡面 本身穿了兩個洞 跟進第一個洞 就是這個 這條線 現在裡面有兩條線 先拉回 那條線 是對等 保留線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洞 然後刺進第二個洞 記得要在線後刺進去 不要刺穿線 出來時也不要刺穿線 這樣會比較漂亮 完成一針 每完成一針 就拉一拉 前後也有一支針 也有一條線 開始下針 在面上 開始下針 就刺進下一個洞 然後在後面 在前面的洞 放在剛才的洞 中間 如果太緊的話可以用鉗子去拔出來 然後拉緊 然後在同一面開始 然後從這裡穿過去 然後底部的瓶子穿過去 然後把瓶子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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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針的時候 看到這裡是最後一個洞 底部的瓶子也有多了一個洞 因為這塊皮和這塊皮 這裡的瓶子穿過去 然後把瓶子穿過去 然後把瓶子穿過去